大家好,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 先生可以回复我 能听到 好,谢谢,谢谢 刚才那个喇叭声我想可能是王芳吧 因为我知道王芳不简单 他现在在外面还在车上 这是我们今天的站的 我会请王芳,王芳是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他现在刚好quit了 从他现在的这个job上面quit了 然后下一周五呢 是他在这个job上的最后一天 他会重回casino 做casino的项目 很高兴又回去了 我觉得王芳的心情非常好 今天我们请王芳进来 是把人家的安排好的 在外面出行 跟家人去enjoy大自然的时间 我们偷了人家一点 让王芳给我们来讲一讲他的项目 然后今天呢 我们无论如何 要把这个sham kick off 就把我们这个cycle kick off 因为上次结束之后 有两个新同学都联系到我 我想因为是没有kick off 他们对这个状态不了解 所以说上次我们没有来得及 kick off 还有一个carina 我们另外一个同学 她已经准备好了她的individual project presentation 我是这样 如果今天我们时间用的比较多 我们经常是会到四个多小时 这个是蛮辛苦的 对大家辛苦我也很辛苦 而且今天我昨天晚上还着凉了 昨天下午开会 然后又一直开到晚上还着凉了 我的胃啊 昨天疼了一晚上还真疼 这个很少见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还得去查一查 查一查这个百度上怎么说 我的胃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是昨天还真的疼 疼了一晚上啊 所以说这个我想这个我们 就不要把时间拉得太长了 我这是告诫我自己 不要把时间拉得太长 三个小时其实已经很长了 对大家也很辛苦 我也很辛苦 如果是今天没有时间 来展示这个像吧 Karina的像 那我们就移到下一次啊 然后我看一下的 在线上的同学们都有随上来了 然后在开始的时候 我知道那个王方在等我们 那没关系 我们花个一些时间 几分钟时间 我们来Sinkup 现在大家这个求知的情况啊 我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我想问一下那个一个个来吧 我知道的这个求知状态 大家有没有自告奋勇的来说一下 现在的求知状态 迅速的给大家一个Sinkup 那好吧 那我一个个来吧 那个就几个同学 我知道 因为一直在reach out to我嘛 在谈是吧 那个Amanda能说话吗 你就是在这个顺序来 你现在的求知状态给大家 大概的Sinkup下就可以了 老师能听到吗 能听到 请讲 请讲 哦 首先就是 问候一下老师啊 因为不晓得昨天 胃疼 然后 还那个支援我了一下 对 那我这边就直接讲 好 那 是这样 简单讲就是说 上一周Session 有跟大家分享 那时候还有点迷惘说 关于JD的部分 还稍微有点不清楚 虽然有几次 那个video conference的面试 可是还不知道 这都是第一次面试 还不知道下一次 是什么时候 那昨天的话 跟老师有Sinkup 就是说 有两个机会是有Next Step 那一个就是 上回我有说 一个 比较 比较 越南的一个 国际的 IT的 consulting firm 那她有 她是召BA 那是需要 on-site到客户那边做 project的 是一个 insurance company 那这个BA的职位呢 之前是 pending在 还没有跟客户签约 那现在签完约 她就是安排我 在最近会进行第二次的面试 直接就是跟他们的 technical team 还有客户那边去面试 那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前几天那有一个本地的在香港的就是 manufacturer那她是做眼镜的 的 那这个她因为她在那个越南深圳 还有将来就是那个美国澳洲她有自己的工厂 所以她是希望找一个PM 那但是她比较特别她是希望我先 啊 帮忙在Dynamics AX的部分 先帮她去顺一下就是 这个PM是要去帮忙在公司内部有点像BA的职位 把一些business workflow把它理顺 然后让她在implement这个AX系统更 就是效率更好一些吧 那这个的话因为是 直接是等于是直接到最高主管那边去跟我联系 所以我可能就是在下下周 9月初的时候我会去做一个on-site的interview 那目前大概是这个样子 谢谢老师 好 非常谢谢那个Amanda 我知道那个Amanda 其实我们在求职的历程中 Amanda其实才开始啊 现在机会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进展非常非常好 呃 我们当然了 我知道那个有一个公司已经把我们拒了 是不是 Infosys 是吧 这没关系 我说这很正常 呃 没关系 还有一个那其他的那个 就前面之前的一些面试有结果了吗 没有欸 就是包含就是之前的老师说哲铭的那一家公司 那大概已经一个多礼拜了吧 还没有通知第二次需要第二次面试吗 还是怎么样 对 没关系的 这以后有更好的企业在那 没问题 那行我大概了解了 大家我们大概有个新卡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这个这个赛事 一直是这个求职面试职场 加上我们的技术体系 对吗 那好谢谢那个Manda 那我们接着往下走 因为大家的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想问一下 Jessica Jessica状态怎么样 有消息了没有 哎 杨老师 嗯 嗯 就是 就是那个持续了很长时间的那个面试 上周是跟我联系 聊那个薪资来着 他其实就挺奇怪的 他在第一轮的时候 最最早的第一轮就问过我的薪资 我说了他们的薪资构成了 然后也说了他们的薪资构成了 然后这次呢 相当于是那个HR的 manager 然后跟我去说 项目组那边 相当于就是那个 project manager 那边回信了 就是说停下往下接着走的 然后就问问我的新的期望怎么样 好 然后 然后她说可能大概一周左右 她周四联系的我 说大概一周左右 会再给我具体的再回信 嗯 反正都是很难 好了 那个Amanda 你知道那个 Jessica这个走了多长时间吗 整个从开始到现在 有多长时间了 Jessica 这个 你成 这个应该 算是从四个月份开始 四个月了 哈哈 因为是这个期间嘛 可不得那期间 特别缓慢 是不是 特别缓慢 一下一轮再下来 等一两周 又来一两周 然后就是这样的 特别缓慢 那个其实Amanda 你那边啊 在香港那边其实非常快了 所以说一周多没有回复 非常正常 啊 非常正常的 那我觉得 Jessica这个拿到了 这是做Project Manager 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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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 Project Manager 非常好的位置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然后呢 等你这个offer到手之后呢 来给大家来谈一谈 好 也许下一次 下周 好好好 谢谢姚老师 没问题的 没问题 谢谢 好了 我在想问一下 我知道啊 有的同学们会聊 找到我 我就知道大家这个历程 所以说 我先问几个 我知道的 同学们 如果在线上的同学们 就自己等会儿可以sync up下 或者遇到一些问题啊 一些 一些讨论的东西也提出来 我们现场来 给大家分析一下 那个佳佳怎么样 佳佳 杨老师 你好 佳佳 请讲 因为你上次给我打电话 聊了一下这个 网方这个公司的情况嘛 然后我就集中的去了解了一下 这个Nav和那个Business Central 也没有想象中这么难啦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这个财务的这个背景嘛 所以对我来说 还行 然后就是跟王方聊了一下 就是关于就是这种中小型企业 就是CIM的这个实施情况 我觉得 给我有一个更直观的这个了解吧 然后就是关于这个工作方面的话 我把Indeed上面有一个recruiter联系我 当然是关于这个Salesforce的这个BSA 然后做了一个这个phone screen 还行吧 然后他就问我说 什么时候有空可以面试吗 我说那肯定得等到下周了 所以我这个现在看一下下周什么情况吧 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具体什么情况 是一个银行的 但是如果有面试机会的话 我也觉得挺好的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给我断练一下 对非常好的机会 你说请讲 继续请讲 请讲 回国家答应 我现在是放慢了这个 因为上周收了之后 我就放慢了这个申请的这个速度嘛 然后我现在申请的主要就是跟CRM相关的 就是如果有新的出来的话 我就申请 然后就我没有再怎么就是申请这种 特别general的BA了 然后呢 我还补充了一下一些相关知识吧 就是关于那个 因为我之前真的不是很了解这个JOScript 然后跟王芳聊了一下之后呢 我觉得这个还是得知道一些 所以呢 我就稍微了解一下 我觉得还真的没有很难 所以呢 这星期补充的一些知识比较多一点 好 其实现在这个就是那家家 就上次你一下发了几十分嘛 我觉得一旦这个反馈回来啊 你就把你这整个就打乱了 我们在求职的时候要保持一个cadence 不急不躁 cadence就行 所以现在你的求职简历都非常好了 就是精准一些 是吧 就是精准一些 就不在我们现在不强调那个数量 而强调的是质量 就是求职的质量 对吧 是这样的情况 还有一个你在那个email里问我 说这个要不要签 是吧 因为一般相当的情况下 我就是签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你在要参加这个面试之前 那个猎头 让你签一个什么什么acadence 就是他独特代理你 是不是 是这样吗 对 但是他我后来发现 他就是跟我解释了一下 他是只是专门的那一个职位 而不是说就是包了我所有的这个求职情况 所以还好 是的 签了就完了 其实就是你觉得没有什么风险就签了 其实我也看不出有什么风险 说实话 还有什么还有大家还有面试的情况吗 要需要给大家说一下 或者有面试的问题 杨老师我是那个新学生 你好 你好 我真的有关于刚好有些关于我学习中 我其实刚开始学吧 而且是IT是零经验 所以我还是比较紧张 那当时呢 我就逗逗转转化了 我觉得我自己废了不少 走了不少弯路 我想刚好那些前辈都在嘛 我也想问一下他们这方面 有没有一些意见给我的 是这样子的 我之前拿到杨老师给我的一些材料之后呢 快速过了一下 然后呢 也花了也花了也时间 就从头到尾看了一次 但是因为完全没有IT方面的经验嘛 所以有很多也看不到去 看完之后 过完之后呢 我就重新再从第一个开始在看 看的时候呢 因为杨老师一直跟我说 这个Hands on是很妙的 所以我就在这个前面呢 跟着那上面的视频 都一步一步在做那种 有些地方呢 确实是自己也没走通 没走通呢 又花了点时间去查去看 然后呢 有些 因为我觉得 哎呀 今天操作的问题 就不要麻烦杨老师了 对 所以变成呢 花点时间太多了 后来现在 发现呢 有些 往后学了之后呢 发现前面这个 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 然后我之前还看过 王老师论坛还是YouTube上面呢 我们一些前辈说的一些 就是说建议是前面这几集呢 可以出看 然后后面学了 再往后看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这个 这个 如果 因为当时杨老师也跟我说过 你如果我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来看一下那个 developer之类的 那个 那个过程 然后 所以当时我 像你刚才说的 我安装那个 SDK啊什么之类的 也花了点时间去想 想搞这个东西 后来我跟你联系的时候 你跟我说 就先别闹了 我就想问一下 是不是 我这个就是 开始的时候呢 我现在还没有 完全没有这个经历嘛 是不是 是 前面有问题的时候 我相信就先不管他了 然后还是往后看下去 还是 行 非常好的问题啊 我问问我们线上有没有同学 有一些建议 我先问问我们线上有没有建议 你 你行假行假 请假 刚才那个 reelsyn 那个 我自己的体会 就是杨王这个特件 我整个下来 我是跟过两遍 就是 里面 咱们的视频 还有里面包括杨王的视频 体制的操作 我是 大概用了 差不多就是用一两个月的视频 都走两遍 你刚才 你刚才 我现在那个信息就是 这个问题也是卡在那 还是继续往下走 我觉得 用我的经验来说 就是往下走 因为你 走到后面 你学到新的某块的时候 你可能前面那个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或者是说 你再 如果是你有充力 去在 过第二边 是 的时候 也是会 发现以前的问题 你可能 后边就慢慢地会了 但是 如果你卡在那个地方的话 你就会 陷入一种自我怀疑 和绝望的一个状态 然后 你会 这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 所以你就往下走 然后其实 我有点理解 刚才 Milker 做的一个心理事 可能 有点着急 然后 这给我当然是这样的 特别小 你会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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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 尽量地去想要你的事情就好了 也不要太 push自己 然后 否则 就会适得其法 然后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尽量去多看一些资源 多看一些咱们 就是 老师 在那里面 同学们 这些 分享的东西 但是 如果你 你 其实有限的话 不管也没有关系 刚才也说了 可能 我们掌握到三十十的时候 就可以去尝试了 所以 这些就是 他们来 这些 很容易 然后 总是会 能够 有进展 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好 谢谢 杰西卡 谢谢 现在还有同学要说吗 我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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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我想问一下 Wilson 你是想要求职 那个 BSA还是求职製作者 因为 因为我现在完全是没有这个 这方面经验 所以杨老师的建议呢 是先让我走一下 如果 因为我原来是 原来是在国内是做一个 那个 机电设计的一个专业 所以 他的建议是让我先看一下 如果有 觉得有兴趣 也可以申请Developer的职位 就是有这样的办法 然后 你现在是所有九个视频都看完了 是吧 还是 你是 对 我把不单九个 杨老师给我十几个 我其实我 我前面看的是 前面几个还是因为 刚开始来比较容易 后面的时候呢 其实都是 我看一下他的pdf 然后就 那个有一些 后面的就过得很快了 有些就因为 因为要技术 技术 很多技术是很深的技术问题了嘛 所以你看也看不明白 所以我大概看了一遍而已 嗯 对 因为我也是这样子 如果你没有 就是那种 就是学会编程啊什么的 其实看那个就是 比如说讲到 这些我觉得也是有困难的 所以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 那个手机 你做了吗 就算我没有传作 只是前面的几集呢 我做完之后呢 有些过不了 我也跳了一下 跳了完之后呢 又发现之前看的一些问题呢 还是其实没有 自己 没自己过了 其实没过的 也包括 后面 我现在再看看 第二集嘛 然后再往回看 之前的一些问题 我就是一钻在那里面呢 就是来来回回的在里面去 去弄那个 我觉得好像是这样子 很浪费时间 而且呢 我发现 做了后面一些 事实上前面一些问题 才发现 其实已经解决了 就 你是做corona 那个hands on 是吧 不是 就是就是 那个那个杨老师 不是给我们一道 一道酒 然后面还有几个 power 之类的那些 DI之类的嘛 然后我就前面的两集而已 开始的 哦 我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 所以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有一个corona的那个hands on 嗯 我忘了在哪一个视频 我建议你是可以先去做那个 然后你从头到尾试一下 看看你能做多少 能够就是完成多少 然后我觉得我相信 就是说你用一个星期 或是一个多星期 去把那个做一次以后 你会有一个很好的 就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你再走下一步看看 你是应该去就是进行你的企业级项目 然后杨老师那边过了以后 你就可以开始求职 然后还是去就是继续学一些关于developers 这些东西 就这是我个人的建议 我说你先去做一下hands on 就是那个hands on 就是我指的那个corona 或者是另外一个那个portal的hands on 就是其中选一个 我虽然把这个video过一次 但是我没有仔细去认识去看 那个只是连概念可能都还没有 那我是不是还要再细细再看一个hands on 因为hands on 很多那些都其实还抓不到 因为我现在说的就是像杨老师说的 这里抓一把那里抓一把都看了一遍 其实每个概念都都乱了有点 因为我当时其实也是看了一遍 我就开始做hands on 因为你做hands on 就实际上你做hands on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问题你不懂 所以你就要上网查 然后你上网查的过程中 你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就我是这么感觉 我是这样子的 我试一下 谢谢 好 谢谢那个Alissa 非常好非常好大家的分享 那个Wilson我来告诉你 我讲一下 好 请讲 请讲 我讲了 我觉得Alissa的那个方法不太适合这个同学 因为Alissa的学习是特别快 她一周就能够做 但是呢 作为我的话 就是我这样也没有Alissa学得那么快 就是说 所以说她这个同学她的话 我不知道 她有一些概念还是没有清楚的话 你就应该集中精力在前面的一二三 一二三 再把你的这个 听一遍不行 再听第二遍 然后呢 然后呢 有些Hand Run的事情 如果你对代码实在不熟悉的 你就把那个DS的计划那部分撬过去 但是呢 就是说 能够 要有些概念 技术的概念掌握掉 然后就是Hand Run都能够听懂吧 把一些基本的概念掌握掉 然后再往下面走 我不建议你是走 一开始就走大项目 因为你现在的基本概念都有点不太熟悉 对 这样子 而developer 我觉得你还是最好不要碰 因为这个 你刚开始 现在还概念都还没有 做developer的话 会更困难 是这样 喂 Vilson 我的意见呢 跟那个Richard的基本差不多 因为我现在你想 最主要先了解 今天杨老师讲的这个 他讲KickHoff 第一个这些概念呢 包括什么Entity啊 Farm啊 或者说是这个 就是说CRM是什么 都怎么回事 你这个完全理解不 不能说完全理解 但是他上面说的很多 其实他都已经讲过 我也在里面看过一下 就你自己 你完全可以用中文的 可以把这些东西 让你自己回答的话 这些问题全部呢 至少来说第一个 第二个就像Richard说 第三个 他所涉及到的概念 是否都能理解 或者理解到80%左右 你能理解多少 因为我现在我肯定没有80% 还是很初级的一个东西 像杨老师说过里面一些东西 因为我都是坐在里面 手上一点点的去做 有些甚至越走越远了 我不相信你能走太远 我认不得 我首先第一点我想知道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Customization Configuration 什么区别 他俩是什么 我就跟你Detail一下 就这一个问题 我不再往下Detail 什么 你能告诉我这两个区别吗 我没听清楚刚才 我说的Customization和Configuration 他俩到底什么区别 这个我都还没这样的 我还没人了解 你自己都不太清楚这个 好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那个Sleuth里面分成几类 哦 那个我没走到那里 还没走到这些 我只是说我在第一 第二个 我现在还看第一第二个而已 我刚才说了 所以说呢 我说什么意思呢 还是我跟那个Richard是一个想法 就是说先把头几个视频 头三四个视频 先把基本的概念怎么了 至于说里面涉及到任何的GIS啊 什么前端的 什么编程什么的 看 看一遍 过了一下 就完了 了解那中间的Function 它之间各个功能是什么 就是说输入的是什么 输出是什么 这段程序 干什么的就完了 具体的东西不要去整 具体的整 知道他啊 搁那块去做去 知道他那个搁他的Sleuth里面 然后你创建一个Sleuth之后了 然后把它那里头放到哪个里面 什么什么 大体上 大体上 有这么了解就完事 然后呢 之后呢 再了解一些什么呢 具体的像Customization里面 现在刚才我跟你说的 那个Customization里面 一些具体的概念呢 像什么BPM 或者Percent Flow 它的概念是什么 它怎么回事 这个实现Automation 这个了 然后呢 Business Rule是什么 然后呢 它的那个 你各方面的就 这些东西了 了解这些概念 这是Customization里面的概念 你把这些都了解完了之后了 慢慢的再把前面这些东西 同时呢 能对你的前面那个那几部分呢 有更深的了解 然后呢 之后的那部分呢 你愿意看你说 就是后面那个编程的 什么678 什么 又是那个 什么Porto 什么之类的了 那些东西 也是先是一大二过 千万不要 那部分不要含障 需要含障的是什么呢 配置这部分 Customization 就Configuration这部分 必须要 要亲自动手 比如说设置BO啊 设置一些 你的那个 那个系统的一些 具体的某些配置啊 都怎么回事啊 这些东西要跟着含障 千万这次要跟着动手 因为这个动手的目的 你不是为了让你 你把这东西长得多溜 最主要的是 要你把这些概念 更深化了解些 就前面讲那些概念 因为光记记不住 有些概念 你也不知道它怎么 到底有什么difference 你通过你的寒障 把这difference给搞清了 所以说呢 最主要的就是一句话 把基础的概念呢 就通过寒障 把基础概念搞清 而不是说是寒障 coding那部分 coding那部分 不要寒障 不要touch 基本这就是我的概念 我给你的这个建议了 好 谢谢那个威廉 都非常好 建议都非常好 那个威尔森 大概有一些体会吗 我再跟你大概说一下 刚好你这个问题 因为我来 大家说的都非常好 其实大家 基本上就是我想说的意思 我只是跟你再具体一下 其实有几个一定要记住 就是一个是概念 就像刚才威廉也说 概念就是概念 概念是你所有的憨障 就是光看不行的 你相信我 我跟你说这个视频 你看就是我 你看我在上面都是做的 你看我做的很欢很吃力 是吧 但是你看一百遍 都不如你跟着做一遍有用 你相信我 而做 我刚才一直在这上面说 不是让你就是为了做而做 做 我每做的一步 你都知道它做的意义是什么 现在在这个阶段 比如威尔森 因为你才加入 我现在就跟你一个任务就行了 你就这个 你看 我这一页列了这些概念 是吧 看到了吧 看到 这些东西 你把这些了解 你把这些了解了 你把这些都了解了 这就是第一步 你这个了解了 了解清楚了 基本上你就成了power user了 power user是什么呢 就是你到这 在那里面 你像一个 user一样 在里面可以随意的在走了 就是这些概念 然后呢 还有一个 其实因为你后面都看完 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前面都没有 其实都是走嘛 过后就忘了 都不知道讲的啥 是吧 跟着做 我为什么要说跟着做 是吧 跟着做就是为了让你抽象概念的 还有你刚才也说了 你往后面看 是不是前面的有些问题 就不是问题了 你刚才也说了 是吧 我就在前面说 你只要跟着做 就是每一部分这个概念了解之后 你真的 你会发现后面的 你现在的很多问题 你走到后头 都不是问题了 都能解决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 那再往下走 刚才大家都告诉你了 比如那个 Alyssa说Korana 还有那个Richard Williams 就说 不要它去开发 我建议不要它去开发 现在其实很明晰 先不要它去开发 不要它去开发 这只是到时候 你把整个知识题抽象出来之后 基本上你能成为一个 就是professional 你还开始用这个 技术体系来解决问题的时候 那时候你再去看 现在这个阶段 我还是建议 就非常各种清楚 在所有的视频 到开发的地方 包括用JavaScript 包括用C Sharp 就不要它吃 不要它吃 但是呢 对我讲的这一部分的概念 要去Solid了解一下 Solid了解一下 第一步 先看到这个东西 把这个看完 把这些概念先理解了 我觉得基本上 你power user 就是power user 还有在做实践的时候 第六部分 就是第六部分 有一个大的Demo 第六部分 其实我到时候 我给他发现 应该把他往前调 第六部分 有个大的Demo 你这些 我就建议 你这些走通了 概念都有了 还有什么叫BI 这些概念都走 就是我觉得 在第二第三次吧 走到第二第三部分 走完之后 是吧 就基本上有感觉了 就是概念都基本有了 去把第六次的 那个大的Demo 先做一下 第六次的 那个Demo 都是我当时在线上 花了好几个小时 三四五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 反正中间还断线了 做出来的 那个 我们很多同学 给我反映 那个你大Demo 做完之后 你一下就有感觉 哦 你原来用这个Dynamic Sam 是这样来 可以这样来做了 可以来这种平台 是这样来做事情的了 知道了吧 然后那时候 做完之后 你再去看 我们的第四部分 的Carna 那个项目 是这样一个过程 了解吧 所以说 要跟着做 做不是盲目的 就是跟着步一步步走 稍微的要去 做的每一部分 它后台的含义是什么 它反映了什么样的concept 这个是需要了解的 这个大家了解了吗 了解了 了解了 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 你前面 往后面看是没用的 但是 有时候 我是这样看 我是看不录 我大概有个整体的轮廓 但是 你现在 还不行 你现在就像刚才大家说的 你先把前三部分 先跟着做 前三部分就跟着做 然后遇到开发的部分 跳过去 跳过去 不用去实践 我说开发不用去实践 然后 基本上第三部分 都走完之后 就把第六部分 第六部分 那个大demo去做一下 那个就跟着我上面 那个视频做下来 能做下来 你把那个能做下来 基本上 我觉得这个体系 基本上在你脑海里 就成形了 谢谢大家